接著下來,我們邀請我們曾經擔任過我們僑務立法委員的吳慧祖先生 跟我們講幾句話,請吳慧祖 李主席,楊處長,陳委員,劉中英委員,各位前輩,各位嘉賓,各位同志,各位兄弟姐妹 我不是在這裡講話,我是在這裡想跟大家報告,報告什麼呢?三件事 請大家看看我們今天的環客,雖然限於香港的環境,我們環客今天寫著 我們在這裡慶祝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幾年 但其實我想我們台上那麼多人,台下那麼多兄弟姐妹,心裡都非常清楚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我們是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而慶祝中華民國見過一百周年 中華民國不單止不應該只見過一百周年 我們還應該永續下去 為什麼呢?我在這裡跟大家報告三個非常重要的理由 第一個,大家都知道中華民國的成立 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國 也都是世界上,到了今天我們一百歲 中華民國也都是世界上各造達到一百年的民主自由國家裡面的其中一個 全世界聯合各一百八十幾個國家加起來 如果有是民主自由的國家,而是各造超過一百年的 我想要數十隻手指,數不完 而我們是其中一個,我們中華民族值不值得驕傲? 所以我們中華民國要永續下去,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今天的中國,雖然分成兩塊 大的那塊,好像統治的人口比較多 但是我給大家報告,其實如果你每個人問他們心裡面 我可以告訴大家 十三億同胞裡面,支持民主自由的,是最大的一塊 我只舉一個小小的統計數字給大家了解一下就知道了 大陸有十幾億的國民,自從大陸改革開放之後,控制放寬了 人民可以比較自由地出入了 大家知不知道過去的二十年,在大陸移居海岸搬到自由民主的國家居住的大陸人 超過二千萬 但是你有沒有聽過,有二萬個海外華僑搬到大陸居住的? 那就證明了,我剛才說的 第二,北京的政權,見證的初期,它強調的是階級鬥爭,世界革命 它可以這樣說,是漠視,敵視,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的 特別是在座各位同志,前輩給我更清楚 文革十年浩劫,我們中華文化不知道有多少 在那十年裏面受到毀壞,受到破壞,受到永遠沒有辦法彌補的損失 不過好在,我們有中華民國在台灣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就等於一個保衛中華文化的一個堅強的,永不倒塌的堡壘 在那裏,我們保存著我們珍貴的中華文化 我們留下中華文化的火種 大家都知道,終有一天,聲聲之火可以了言 我們中華文化一定會翻上去,然後發揚光大 這是我們中華民國必須永續存在的第二點 第三點,自從1989年之後,大家都知道 共產國際崩潰,很多過去的所謂同志家兄弟國家 全部轉了,全部轉了,做民主自由的國家 如果今天大家打開這本世界地圖看看 你就會發覺,仍然堅持著,不讓人民有選舉權 不讓人民有自由的極權統治的國家,只剩下寥寥的幾個 他們就好像,在民主自由大海洋裏面的幾個孤島 遲早被民主自由的浪潮淹沒的 他們亦都很清楚這一點 所以最近幾年,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這些極權國家,個個都,紛紛不約而同 好像約定好的那樣,個個都去提倡民族主義 鼓勵那些人要愛國 當然大家明白,他們這樣做,只是為了救自己 但是,小弟是學歷史的 我向大家報告,民族這件事,你不提它就由自可 你一提它,你就不能夠繼續圈連民族的歷史 民族的傳承,就正如今天,我們看到昨日新聞 北京都在紀念新內革命一百周年 但是,我相信他們台上,那一班領導人的心裡都很痛苦的 就是,你說到新內革命一百周年,你能不能夠不講中華民國啊? 不可以 因為新內革命一發生之後,兩個月,中華民國就成立了 對不起,那時候中國共產黨還未出生 所以,中華民國的永續存在,就令到海內外十幾億的中國人 它有了選擇的權利,它可以選擇民主自由的一邊 中華民國的存在,它令到北京的政權的合法性 認受性,認受性,正統性,都受到質疑 所以,中華民國的存在,其實令到他們睡不安,起不下的 那大家覺得,中華民國是否應該永續存在啊? 是! 再一加上 中華民國在台灣 我剛才說過 就等於立在我們中國海岸線 中國的東海上面一座堅固的 高聳的 民主自由的燈塔 我們每天都發出民主自由的光望 照向中國大地 我們為中國大地上 所有的同胞 指引了民主自由的方向 我們也都為他們在黑夜之中 帶來希望 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給他們聲援 中華民國 是否應該永續存在啊? 永續存在 好了,最後 我想再一個呼籲 中華民國要永續存在 絕對不可以少了台上台下各位前輩兄弟同志 我們大家共同的支持和付出 現在 我想在這裡呼籲 請大家都和我一樣 默默 在今天我們來到慶祝中華民國成立100周年的時候 我們心裡默默 我們必須要從今天起 我們堅定我們的信念 我們付出我們的一切 為復興我們中華民族而奮鬥 好不好? 好! 各父教訓我們 民主潮流 浩浩蕩蕩蕩 下面那兩句是什麼? 信之者槍 亦之所望 我們必須要永續存在 感謝大家 感謝吳慧祖 中華民國 晚宋 三民主義 晚宋 好! 今天我們莊嚴簡單隆重的 星期儀式 我相信來到現場的朋友 都不會感到失望的 我們不如大家一起唱兩首 我們耳熟能詳的愛國歌曲 然後結束帶著我們這個愉快的心情 我們繼續再奮鬥 好嗎? 先來一個